我們見到過去這幾個月 暴徒的暴力不斷升級 去到昨兩天和今早早 我們見到已經發展成為極端的邪惡和殘忍 這些都是恐怖分子的所謂 你們見到竟然可以用火去燒人 在車廂裡扔汽油彈 在高處扔雜物到路軌 以及扔到馬路 企圖製造重大的交通事故 我們沒有一個重大的交通事故的人命傷亡 只是幸運 我們香港很多市民這兩天非常非常地憤怒 但亦非常無奈 他們很生氣 很生氣為何香港會發展成為這樣的地方 亦都很生氣為何香港政府不作為 過去這幾個月他們各個都在忍 死忍難忍 希望可以見到香港可以回復秩序平靜的一天 但看到的只是見到暴力不斷升級 他們叫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不可以再容忍一些中暴派的議員 在立法會裏面繼續為一些暴徒 去美化他們的暴力 不可以再讓他們利用立法會的平台 去宣揚暴力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 繼續強烈去譴責 我明白大眾市民失望的 覺得你譴責有甚麼用呢 我們都覺得只是譴責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們再一次強烈要求政府 用盡他一切可行的方法去止暴制亂 緊急法是否用盡所有的招數呢 沒有 我們的法庭是否應該盡快成立這個緊急的法庭 去盡快處理這些案件呢 沒有 我們見不到其他的很多的政府部門 盡力地去幫助香港回復秩序 我們也都見不到各級的官員 用盡一切的努力 跟市民去溝通 這些東西我們全部都見不到 我們只知道市民現在是很無助 出街很惶恐 回不回工呢 回不回學呢 會不會被人打呢 很生氣 敢怒不敢言 見到那些暴徒在旁邊走過 只不過躲低頭 罵一句都不敢拿起電話出來都不敢 這是一個什麼的香港 以及也都見到 為什麼大學那些大專院校的校園 變為暴力的溫藏呢 為什麼大學生在校園裡面可以這樣呢 這些都是市民覺得很憤怒 覺得很不應該的 所以我們不只是在這裡譴責 我們要求政府做事 回應市民 為什麼可以繼續容許暴力的發生 是不是已經用盡一切的方法 如果不是的話 請各級官員和特首 一起出來做些事 止暴制聯 盡快讓我們回復一個安全 文明理性 有秩序的香港社會